拿鐵咖啡的牛奶比例比較高 奶泡比較薄 喝起來牛奶的甜感比較明確 像是拿鐵、卡布奇諾、摩卡、焦湯馬其朵等等 都是屬於義式咖啡大家族的喔 今天我們要來講講義式咖啡 義式咖啡應該是在台灣最多人喜歡的咖啡類別了 像是拿鐵、卡布奇諾、摩卡、焦湯馬其朵等等 都是屬於義式咖啡大家族的喔 讓我們來認識他們吧 首先義式咖啡到底是什麼呢 只要是從義式咖啡機沖煮製作而成的咖啡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稱之為義式咖啡喔 在傳統的定義上 義式濃縮的做法是 於九大氣壓下用92到95度的熱水 然後在25正負一秒的時間內 萃取60ml的咖啡 那說到義式咖啡 我們就一定要來講講大家最耳收那香 而又常常搞不清楚的幾個品項啦 首先呢是美式咖啡 看到這個名字一定有人要問了啊 嗯... 娜娜你不是說今天要講義式咖啡嗎 你現在怎麼又要扯上美式咖啡呢 其實啊在咖啡店裡你點的美式咖啡 事實上都是用義式咖啡機沖煮出來的濃縮咖啡 去加水製作而成的 那通常的比例是1比12 這樣的喝法是戰爭時期在歐洲的美軍發明的 因為他們來歐洲呢實在是喝不習慣這裡的濃縮咖啡 所以慢慢的習慣了用水去稀釋的喝法 而歐洲人他們看到美軍這樣喝 就以比式的口氣稱這樣的咖啡為 Americano美式蛋咖啡 法國人更是直接的稱呼它為 這個呢就是在朝向美國人他不懂的品味義式咖啡的意思 而在澳洲及紐西蘭新加坡這些地方 美式咖啡通常稱作long black 直譯成中文就是長黑咖啡 所以下次不要再問店員長黑咖啡 美式黑咖啡跟美式蛋咖啡到底哪裡不一樣囉 他們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再來呢是大家最熟悉的拿鐵咖啡跟卡布奇諾 這兩個品項呢其實都是將牛奶跟濃縮咖啡混合而成的牛奶咖啡 拿鐵咖啡的英文是coffee latte 也就是咖啡牛奶的意思 拿鐵咖啡的牛奶比例比較高奶泡比較薄 喝起來牛奶的甜感比較明確 而相對來說卡布奇諾就是咖啡比較濃的牛奶飲品 上面有綿密而有彈性的厚奶泡 如果呢喜歡咖啡味道比較多的朋友 不妨可以點這個品項喔 通常市面上的焦糖馬其朵 卡咖啡等等 都是用焦糖或是巧克力加入拿鐵咖啡所製成的 說到馬其朵 在義大利文是指烙印的意思 那焦糖馬其朵的名字 意思其實就是把焦糖看似烙印一般的淋在奶泡上 在澳洲、新加坡等地的咖啡店 有時候你會在菜單上看到 Fly White、Piccolo、Magic 這些品項又是什麼呢? Fly White又翻譯做小白拿鐵 奶泡比拿鐵更薄、牛奶的味道更多 喜歡奶香的話不妨可以嘗試看看喔 至於Piccolo則翻譯做短滴拿鐵 有點類似拿鐵但是比較小杯 咖啡跟牛奶的比例大約在3比1左右 味道則介於拿鐵跟卡布奇諾之間 咖啡的味道跟牛奶相互相成令人回味無窮 至於Magic奶的比例又比Piccolo再多一點點 咖啡跟奶大約是1比4左右 也可以說是咖啡味道比較濃的Fly White 它的名稱由來已經無從考究了 只能說是由澳洲墨爾本的咖啡文化流行起來的喔